中秋是在华人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 家人们会团聚在一起 平常美味的月饼 吃着鲜嫩多汁 甘甜爽口的柚子 当然烤肉也是万万不可少的 然而每天繁忙的都市生活 也让我们渴望寻找一个不同的方式 来庆祝这个节日 于是我们决定在今年的中秋节 骑着摩托车前往南投 寻找一个独特却又浪漫的中秋 旅程的起点 我打算先稍微整理一下 这两台CRF 尤其是这台小阿福 其壮烈之程度 连我都不忍直视 右边的壳早就破掉了 另一边 没有壳 这也就算了 重点是已经停了不知道多久没有发动了 电瓶 早就快没电了 因为这样的车况 所以这礼拜要骑去南投 真的让我觉得实在是不太妥 加上前几个礼拜才刚发生我的690 SMCR 骑到山上的时候 直接给他没电了 差点要在深山里面交上道路救援 所以这次 在出发前一天 我异常的谨慎 打算把他们俩 一起前去车行 进行保养 顺便换个机油 而今天我们保养的这间车行 位于台中市东区的草野车业 中秋节之前 我们就是要出门骑车 那这次呢 在出门之前呢 因为呢 我们这两台车 哇 车况实在是说真的 有点惨不忍睹啊 CF300 我刚才签了快两年 它现在总里程是2万7 每一次的例行性换机油 大概里程大概2000到2500之间 我就把它换掉 这个阿福它怎样 它已经这个 这个壳啊 它这个壳已经不见了 然后它已经维持这样的状态呢 超过半年的时间了 加上它另外一边 它是可以这样活动的 在骑这个CF300 还有CF500的时候 我们最常跑的路呢 大概都是越野 林道 不然就是应耐力 阿福骑应耐力是最多的 就是每一次出去 就是一定要把它 骑到一个血流成河那样的感觉 既然呢 我们每次骑出去 都是对他们这么粗暴 里程道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换个机油 那我每次机油呢 换的几乎都是14时 那这一次呢 同样的我也要换14时 那我们这次来到的店家呢 是位于这个自由路上的草野车业 看老板说啊 我的车啊 其实状况都非常OK 就是什么 就是脏了一点 他还没有看到阿福的 我等下 我等下来问他 看到阿福之后的心得是什么 这次换的机油 两台车都使用了 美孚机油 而说到美孚 相信大家对这个牌子 应该是不太陌生啦 尤其是有开车的朋友们 基本上应该都有看过 美孚机油在国际上 已经有超过140年的历史 在台湾 更是深耕了超过60年 除了大家所熟悉的汽车用润滑油 他们也有推出给摩托车用的机油 而这次出发前 我打算换的 就是有着优越效能的 四行程引擎机油 美孚的SUPERMOTO 10W40 虽然要谈爱车这一点 我可能比不上很多真爱车车主 反而我更爱的是去骑它 也因为爱骑 所以除了轮胎之外 机油的选择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 而在我心中 这机油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选择有国际认证的机油 这罐美孚的SUPERMOTO 10W40 符合美国石油协会APISL 和JESO MA2的认证 有着优异的抗膜保护 可以让引擎减少摩擦 运转顺畅 进而提高燃油效率 当然不只挡车 其实这罐机油也非常推荐速可达更换 当下老板边帮我换机油的时候 我也稍微询问了一下 有关机油更换的一些问题 10好像是低温流动性 W的话是冬季的意思 它在低温的流动系数 启动的系数 后面40是高温的 对 那前面这个10是什么意思 10数字越小 代表它可以越低温 启动性越好 今天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我可能打一下 它就可以马上运转起来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是10或是数字更高的话 在冬天的时候我打 可能要打个几次 才会比较容易到达它的温度 应该说它在打的时候会产生阻力 对 数字越高 它在没有温度的情况下 阻力越高 那现在的新车有些车子它的机油游道更小 它可能会选择到5或是0 像7车 7车比较多 那机车一般来讲 在市区的话 CW40 已经对应到7成以上的消费成果 对尤其速可达 一般道路使用的机车 我们都是推荐用这种机油 第一个它品牌很久了 品质很肯定 又认证什么都有 不会有问题 其实你挡车啊 速可达啊 基本上都可以用 换完CF300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 可爱的小阿福 买了一个二手的 副产壳 等下把它装上去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真的是 一下给人家拔不动 那一下就是声音怪怪的 真的有点挖到 幸好最后才拔是拔起来的 所以等下请老板 随便检查一下 那个 店瓶的状况 因为它上面那个店瓶 上面写110年 已经是3年前的东西了 看一下到底是怎样 我们今天早上在拔的时候 拔不起来 看着阿福有了侧壳 我心里突然有一种 莫名的感动 没壳的这超过半年来 真的是辛苦他了 换完机油 很感谢老板 还帮我检查整车的链条 胎压 螺丝 真的非常的专业 在检查完车框的隔一天 我们也准备展开这一次的中秋之旅了 出发前下了一场大雨 让我心里不禁还是稍微紧张了一下 而出发的时间 为了避开在尖峰时刻的车槽 特地挑了早上9点之后 才从家里出发 可能是刚刚那波雨 劝退了很多人出游啦 所以路上的车辆 真的蛮少的 少了平常那种走走停停的情况 还蛮不习惯的 而刚换上机油 这从家里出发 我马上就感受到车子 有着很明显的不同 换挡的时候 变得顺畅了很多 油门吹下去之后 转速提升的速度变快了 所以第一印象 我感觉骑乘起来 整车 变得比较轻盈的感觉啦 从四驱往南投 我们打算骑着中头公路 往草屯的方向前进 接到台的四线之后 打算先到南投附近的山区 乱晃一下 离开了中头之后 我们也算是进入了半个山区了 再到南投前 这一次安排了 到九九峰上去走一走 在之前 骑车往南投花莲的时候 其实在台四线上 一直有一段的景观 是特别吸引我 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停留下来 好好欣赏它的地形 火焰山的地形 在台湾的地质中 其实火焰山 算是蛮常见的一个存在啦 讲到火焰山 在你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地点 相信大部分的人 应该都会想到三亿火焰山 而除了三亿 在高雄六规的十八罗汉山 以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南投九九峰 一样也是火焰山的地形 同时这三座山 也被称为台湾三大火焰山 新城火焰山的因素 大多都是因为山峰上没有什么植被 裸斗的岩石 在豪雨冲刷下崩塌 导致土质中含铁的物质 在阳光的照耀下 呈现出有如火红般的山色 在燃烧 所以才有了火焰山 如此贴切的形容 其中九九联峰 也有人把它称为九九尖峰 座落在南投与台中的交界处 紧淋着乌溪 群峰伶俐 数不胜数 所以用数字99 来形容这里峰岭汇聚的山市 真的再也适合不过了 刚好中秋正值9月 所以如果你正愁中秋截不到去哪里的话 九九峰 我相信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 离开了台中与南投的县界处之后 我们也正式进入了南投 在骑了大概30分钟之后 找了一间便利商店 坐下来稍微休息 接着就准备继续启程了 这边开始 从柏油路上应该感觉得出来 刚刚是下了一场大雨啦 虽然不知道前方的山路 是不是还正在下 但是我们决定英勇的继续给他骑下去 从台师视线右转 接到台二一 往日月潭的方向 原本是已经做好了先里准备 这里八成又要失身了 但殊不知往前骑了大概两公里之后 这里竟然就好像没有下过雨一样 连柏油路都是干的 头上的乌云也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 气温瞬间变高很多 所以趁这个机会 我们打算继续骑下去 到水里去吃个冰 在台二一上 我们从小巷子 接到了131线道 在131线道上面 我们骑了大概快一个小时 来到了水里 接着 从台电明潭发电厂附近的小巷子 再度转进山路 这段山路没有持续很久 边骑你隐约还能看到四周随着海拔爬升 进而变化的景色 建筑物离我们越来越远 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小 接着路上还会出现冰店的招牌 所以最后我们选择在二平冰店停的下来 打算在这边吃个冰喝个咖啡 再来继续出发 而二平冰店 由台电发电厂福利社经营 位于水里乡二平山的半山腰 也有着极其开阔的视野 从冰店往山下看过去的视角 大概就是长这样啦 一边吃冰的同时 可以一边眺望卓水溪西畔的风景 当我们来到这座山山顶的时候 我只有一个感想 今天真的是有够壮观的啦 当这片阳光穿透云层 点亮这片地区的时候 连浊水溪上那原本浑浊不清的溪水 此时此刻都发出了神奇的白色亮光 如丝如画的美景令人陶醉 即使是在平凡的地方 在特殊的时刻 也可以展现出难以置信的美啦 在这美景时刻 我悠哉的用脚打拍子 手里拿着我刚刚点的那一杯冰美式 一杯30元 现在风景区这么佛心的 真的蛮少了 喝口咖啡 再看看眼前的这一片大景 真的是舒服 在这边待了大概一个小时 把咖啡喝完之后 我们也准备下山了 结束了在二平冰店的耍废行程 接下来我们前往今天下榻民宿 中秋嘛 一定要烤肉一下 顺便吃个鲜嫩多汁 则能增加重的柚子 而烤肉对我来说 绝大部分烤的不是那个肉 而是那一份一同聚在一起的感觉啦 尤其是当身边的人 频率都跟你相同的时候 无话不谈 干话讲不停的感觉 才是最棒的 在这一轮明月陪伴 以及冰水的洗涤下 我们度过了一个圆满的晚上 隔天起床离开饭店之后 再从南投市区 一路沿着台三县 回到中头公路 骑回台中 最后美浮的这罐机油 引擎的震动 不管是在高速还是低速 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第一天我们的里程 从台中到南投 在山区里面绕来绕去的 接着回到民宿 骑了将近130公里 在气温超过30度的状况下 其实它没有什么明显的衰退感 不过如果是长途的话 就需要再找一天 骑一趟长里程的行程了啦 而单就这趟旅程来说 我觉得这罐机油真的是很适合 像是我们这样一趟出去 从市区 郊区 山路 甚至看到哪一条小路顺眼 就直接骑进去的车主啦 转速提升的速度 真的很有感 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 千万不要忘了尝试一下这罐机油 而这趟南投 我们骑乘的节奏 相比以前 真的缓慢了许多 停留点也拉长了很多 花了更多的时间 用眼睛 在享受风景 不过当下我是觉得 因为之前每次出门 就是一定要拍它个昏天暗地的 通常通过相机看到风景的时间 都比我用我自己眼睛看风景的时间 还要长 其实也好一段时间 没有好好单纯享受骑车的感觉了 所以这次趁着中秋前夕 出门放松 顺便也让自己充电一下 最后在这边 卢特也要祝大家中秋愉快 吃爆烤肉的同时 也不要忘了要起爆喔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啰 如果看完这部影片 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 不要忘了在下面下方 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喔 我是卢特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